小娟啊 你听过夜店捡吃的事吧 听过啊 都是捡些年轻辣妹嘛 不见得哦 中年熟女也会被捡哦 啊 桃园有个48岁大叔 去年和朋友到海产店聚餐 其中一个40岁熟女喝醉了 醉醺醺去上厕所 没有女性有人陪她吗 不知道耶 倒是这位大叔跟上去了 他看到她内裤都没穿上来 色星大气 她想干嘛 她借口要送她回家 却叫了计程车直奔摩铁 对她性侵得逞啊 好烂哦 去告她啊 一定要给她教训 有啊 熟女在家人陪同下报警 并到医院验伤 她没话说了吧 谁说的 她说是你请我愿 都醉得不行人事了 还你请我愿啊 那天在场的其他人 也跟法官证实 熟女已醉到不行了 加上熟女下体演验出大夫的DNA 谎原被拆穿了 法官审理后 大锤一敲 判那个简石大叔 三年十个月 活该 都不败是 毫是 这磅 福下 毫是